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6月19日 这是今天上传的第二个海外戏谈节目 来谈谈中共公安厂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导干部 公安部副部长孟庆峰 6月15日孟庆峰忽然被中共有关部门宣布免去了职务 这件事情很令人感到震惊 我看到这一两天海外的网站上纷纷报道孟庆峰未来的去向问题 在免他职务的同时没有另有重用 没有这样表述 那么就有一种可能 虔诚不妙 凶多极少 凶多极少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中共官场目前是高危时期 中共这个统治到了末期了 随时都可能不打 如果是一旦开战 你不论是和哪个国家开战 打破了僵局 中共垮台在即 这一点毋庸置疑 所以说在这个黎明前的黑夜当中 黑暗当中 共产党非常的紧张 习近平那真是四面楚歌 这个肯定要对那些敏感部门和敏感部位的敏感人物 包括过去曾经纵用过的一些人 也会呢 这个毫不留情的抛弃了 那么应当讲啊 这个孟庆峰 这个涉及到腐败问题完全有可能 为什么你想中共这种政治体制 官员手里的权力太大了 一党执政又加上一人独裁 但是一人独裁仅仅是 从这个党的这个权力的金字塔的角度下 习近平是权力啊 党政军权力基于深 但是你到细化到具体的部门 比如说公安部 那如果是一个副部长的话 那也是权力相当大呀 我们知道这个公安局 公安部下面 这个管理的这些分支机构啊 那非常多呀 你就拿一个市的公安局来讲 下面有监管处 监管处下面有卡托所 你卡托所你不要小瞧 如果你是卡托所所长 这样的一个机关员 如果说在卡托所能够安插自己的亲友 这个小卖部当一个管理员 小卖部里的卖东西的人员 那都是飞去 为什么呢 小卖部多家 独家经营啊 卖这个动物品的价格多少 利润多少 质量如何 那对这个官员来讲 那都是权力这个非常得了的呀 你想这刚才讲到一个小小的 卡托所里面 怎么的情况 那卡托所上级是公安局 那公安局上面有公安厅 公安厅在网上呢 公安部 你就可见 要公安部是副部长的话 那全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 都有公安厅 公安厅下面有公安局 公安局下面有分局 分局有派出所 可以这样讲 这是一个庞大的这个专政体系 所以手里拥有的权力啊 那都是至高无上的 因此啊 假如这个 这个孟 叫孟清风啊 如果说被查处有腐败问题啊 你一点都不要弃怪 你可以想象那个公安局抓人的时候 抓完人 你是不是有可能就是 被抓的人的亲友朋友 家属都会托人啊 求情 这个还有就是 这个探视 还有这个通风暴险 这个里外勾结啊 这个等等的 这个名堂多着呢 而且公安局和这个检察院 和法院互相之间 那都是互相衔接着 所以说手里的权力啊 这是一手遮天啊 如果说 个人这个不收敛啊 不自律 那发生腐败问题啊 就可以想象了 所以说呢 在这个圈子里啊 公监法司这个圈子里 特别在公安这个圈子里啊 像孟清风如果说 这个撤职之后 被查办了 一点都不奇怪 你何况现在已经抓捕了 这个孟建柱 这个随力军 等等啊 中共的这些政法系统的一些官员 那么这是一个圈子啊 都很小啊 他们肯定互相之间都有一些联系啊 你总有我 我总有你 欲融巨融 一损即损 都是一个庞大的这个利益集团啊 里边的什么 一个交汇点 那么在这个点上 有了植物呢 很容易走偏的 很容易被 对立派抓住把柄 所以中共这个先是用物质利益 诱惑这些党官 让你手里的权力无限大 然后一旦你有问题啊 他就会把你控制在手里啊 让你为他服务 服务到了一定程度 危害到他们的安全 或者他们感到可疑 有可能危害到安全 就可能把你抛弃了 我估计孟清风也是 很可能是这种情况啊 为什么 因为孟清风呢 他是有两件事是他做的 我们从网络上可以看到啊 一个是那猎狐行动是他搞的 你想猎狐行动 什么意思啊 就在全国各地抓人 抓人也包括这个国际上 各个国家追逃啊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员都是 在国内出了事 又跑到海外去 跑的国家很多啊 美国加拿大 欧洲啊 等等 而且有些人都是大老板啊 大老板背后都 关上勾结的问题 设计都是高管的 你想这里也肯定有一些 很多的秘密 这个不可告人的东西 这是一个事情 这个此外呢 还有这个 这个所谓的啊 这个金融政变 股市政变 这个都是前一段时间 这个网上都有很多的分析啊 也就在2015年吧 发生这个 就一些就股市这方面的案件 你像这个徐祥的案件啊 还有这个 就吴小辉的案件 肖建华的案件 叶锦宁的案件 等等 你像徐祥这个是上海啊 设到上海官场 那上海官场是江泽民 大的一个 江泽民这个圈子里面啊 江泽民组这个三代啊 这个贪官 江泽民江明恒 后来就江之城啊 等等啊 你想设计的人更多呀 还有其他的 就环绕着江泽民下面这些 略微低级的这些 这个江泽民老曹的一些 腐败问题 也包括韩正在里面啊 韩正网上不有传言吗 是这个海外资产31亿啊 多吓人一下 等等 那这些事情也是一个 所谓的国家精英啊 中共高官就是这样啊 由于他们级别高 反思不利于他的事 不让老北京知道 就把它列为国家精英啊 你敢透露就抓你啊 严惩不怠 那当年这个孟起风肯定是 在办理这个所谓股四啊 干当股四救活队长的过程当中 可能知道了很多 他不该知道的事啊 这才是关键啊 我认为这是一个 第二刚才讲的追逃 追逃是一样的 你追逃肯定是掌握的信息非常多 也就2014年7月份 他是租长 猎户小组的租长 那肯定在公安部当中 带领这些警察到全世界各地去 查办这些案件 也是知道了很多中共高官 在海外这些存款的一些情况啊 等等啊 私生子啊 情夫啊 等等啊 你想高官一定害怕啊 刚才谈到这些人 像许祥 那些 这个吴小辉啊 肖建华 这个 这个叶建民啊 等等 你想这些老板都和政治局委员 自己都有切丝万里的联系 其中包括现在得势的 新的权贵 和那些倒台的啊 对立派 都涉及到其中啊 那虽然 有些人就担心 这个你孟清风吃的太多啊 一旦讲出去就麻烦了 甚至担心 有没有可能把这些材料都放在海外 反制着其他人 所以也是非常害怕 怕这所谓的国家机密泄露 又影响他们的个人的试图啊 于是 那肯定在关键的时候 就对着孟清风 这个赶快 这个做好 这个果断的行动啊 果断的行动 采取在这之前 已经有这个 仙扯之介了 你像孟宏伟为什么抓 我估计很可能是 王健的案子 孟宏伟在法国 这个李扬啊 这个担任国境行政组织 主席这个期间办理 那说不定是因为什么 担心这个事暴露啊 干脆给他放到监狱里最安全 孟宏伟这个事 也是轰动一时 公安部副部长 此外呢 还有孙力军啊 孙力军为什么突然间抓了 我认为和他在武汉 这个自处啊 这个组织上安排的 这个处理的这个批丝实验室 还有这个 粉烧尸体 等等啊 毁丝灭迹 这些事情有关系 知道的事太多 太吓人啊 那肯定了 领导人担心 担心你一旦被测反 将那社会发生巨变以后 有没有可能清算的时候 干到这个被这个 拉出来当证人啊 等等啊 所以担心 早早干脆就把你放到监狱里算了 此外比他级别小的 还有大连这样 公安局原来这个这个刘乐国搞的案子啊 因为他处理了郭文贵的案件啊 还有这个邓慧林 重庆的公安局长抓捕了 我估计也是因为他知道 这个陈氏兄弟的这些案子 等等 总之这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是太多太多了 由于司法不独立啊 你想想这些涉及到敏感问题的案件啊 那都是堆砌如山啊 这里的内幕 如果真正是公开出来 我相信这实不可贴近 可能是很多人都是感到啊 这个难以接受和想象 你想如此之多的国家机密啊 由于他们有权 把他们的腐败问题都当成国家机密 那肯定不希望你这个孟清空 这个放在自由的世界当中 这成为一个隐患的啊 那当然了 孟清空也有对他自己比较有利的一面 因为根据网上消息 他是下乡之心出身的 1974年下乡啊 就刚好后会一年下乡 那后来呢 他就成为76年就担任人民警察了 长期在浙江省公安机关工作 刚开始是公安 县公安局的领导 后来到了宁博市啊 周山市 这个浙江省那都是做公安工作 那毫无疑问 他属于浙江新军啊 自江新军的重要成员呢 那么2009年调到这个公安部 那么任了经济侦察局的局长 14年公安部就不委员了 那么后来就升为部长助理 2015年是公安部副部长了 那就说明什么 他的上升得到了习近平的重用 那习近平肯定是 需要安排一个自己信得过的 敌系来掌控这个 刀把子手铐子 但是不要忘了 人和人之间的交情都是这样 特别政治上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共同的利益啊 你过去是铁哥们 但现在你面对着什么 中美关系如此紧张 这个内政外交陷入困境了 这个党内的改革派啊 党内的反对派又是这个咄咄逼人 习近平肯定是感到就是 这个情况大为不通的 所以说在现在这个时刻 把他免职啊 特别是在美国公布 要生成公布高官财产 这个压力下 有可能就是为了封口啊 让这个孟清芬赶快下来 然后给他安排一个地方 那至于说把你放到大监狱里 还是小监狱里 全在他们这个一个人说了算了 因为什么中共这个党管司法呀 党的领导最高领导人管司法 党管一切又管意识形态 先把你放到监狱里去 然后把你这腐败问题拿出来 在这个法庭上忽悠一番 老百姓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我再通过媒体把你抹黑啊 马上你就这个彻底的销声你记着 然后放到监狱里面 可以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保证这个知情的范围啊 这个小圈子里啊 给你安排一个 新城监狱条件比较好的 单独观仰 或者是找那么三四个人 再找两个就是能够监控你的啊 过去曾经是在这个派出所了 或者公安局犯罚的 在你身边当小特务 每天监控你啊 共产党有的是办法啊 这一点 这些奥秘我相信 孟清风都很清楚 问题的不清楚就是什么呢 总以为所谓什么 哪一个领导员保护自己的背景 就能保护自己的背景 实际上不是这样 这种政治体制啊 人和人之间根本缺乏信任 完全没有任何啊 就是因为安全感 今天得事发了 你就把别人整到监狱里 过几天你实施 人家就把你整到监狱里啊 唯有什么政治体制改革 司法独立的 才能保护每一个人的安全 包括现在的这个公安人员啊 都是这样 所以说千万不要像周永康那样啊 这个当政法方 当了十年坏老百姓啊 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被关了大牢里去啊 这孟清风也很可能这样一个下场 即使是不抓孟清风 那你免之之后给你找个地方相当一个大的监狱啊 控制你的知情范围啊 免得你到时候乱说 更不可能出境 这对现在的新的权贵啊 来讲呢 也是稀从平常一个小事啊 所以说不论是大监狱还是小监狱 孟清风失去了十全之后 就会感受到什么呢 人情冷暖 着势尽非啊 这是非常令人凄凉的 凄凉的单元 这种结局啊 单元能够唤醒啊 启发更多的体制内的官员 能够勇敢的走出来啊 挣脱目前这种体制啊 共同的和老百姓一起啊 这个迎接一个比较好的未来的 这样一个法治的社会啊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期谈节目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 谢谢